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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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要区隔出来 跟国民党过去为人所诟病的黑金 这也要区隔出来 否则民进党绝对没有这种能耐去重返执政 讲到重点了 这一定要让社会有个期待 就是说你这个事情你一定能够处理 你能够让这个社会有个期待 但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染黑事件的期待 看到了吗 没有看到 所以刚才讲到民进党党费 一年是300块钱 所以邱委员邱老师 这300块钱灵魂就可以出卖 因为他有人帮你带脚党费了 于是你成为了一个党员 成为党员大户里头的手下的一颗棋子 于是接下来帮忙选党代表 接下来帮忙选中职位 在这通通都要钱 当然了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那这次罗智政也说得很清楚 收身份证是有钱的 对不对 然后办好了这个党证 也要付一笔钱的 那中间当然还有活动费 维持费 动员费等等都是要钱的 那你除了党代表 党代表往上中职委 中常委党主席都是有价码的 而且这个价码都定在这个地方 这个价码只是个门槛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说过了嘛 人头党员跟黑金是分不开的 人头党员就是黑金的问题 你今天无法处理黑金 人头党员的问题 那民进党就是一个往下沉沦的政党嘛 那你苏贞昌到目前为止 说东说西 根本没有说到重点 其实苏贞昌怎么会不知道 到底谁是这个人头党员 黑金的根源呢 他只要一调查 就可以马上移送 要不然你去问问看 谁到底是民进党里的人头大户 以前还有一些所谓的无党籍的 所谓的前民意代表 那么手里头也有很多的人头党员 那现在慢慢的 万流归宗已经跑到了几个 民进党里面的大头目的身上了嘛 这个苏贞昌跟这些人都很好啊 感情都巴黎巴黎 这些人也都是他的伯乐啊 都支持他的啊 拱他继续连任党主席 进军2016的啊 这我才说嘛 我一开始我就讲 苏贞昌投鼠忌气啦 他如果一去改这个东西的话 不是等于把自己的利益给斩掉吗 所以我不认为苏贞昌会做 任何的改革的动作 都是假动作而已 就是所谓的反反 就是所谓的假反黑啊 一切都只是假反黑啊 因为真的在查下去 动摇国本 动摇了谁的国本 是苏贞昌持续要能够往前进到 2016主要的一个根本 在这大家不用期待 民进党会有所改革哦 我们待会回来再来继续看 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